你是不是还在用那个默认啥都没有的Shell界面? 输入个命令敲老半天还是老出错 还在一次次的按上大海捞针一样的找之前敲过的命令吗? 是不是每次想换个样子都得去网上搜半天教程改一大堆的配置文件? 别折腾了,今天给大家安利一个神器FishShell 智能补权语法高亮带有UI的配置界面 还有强大的快捷键以硬俱全 更重要的是这些功能开箱即用 简直就是懒人的福音啊 还在等什么?让我们一起来看看Fish的使用技巧吧 可以看到刚安装好的Fish和其他的Shell看起来并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Fish提供了一个非常友好的配置外观的界面 我们来执行Fish Config 这个时候Fish就会弹出一个web界面 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主题 或者自定义颜色 注意这里的颜色其实有一点点误导 虽然它们看起来花花绿绿的 但是其实我们只能更给前景色 也就是字符的颜色 背景色Fish是控制不了的 好 我们现在随便来选个颜色 然后再选一个Prompt样式吧 最后我们回到Console中按回车键 这样Shell的样式就修改成功了 改好了样式我们再来看看Fish对命令的自动补权功能 那我们随便输入一个命令 Fish就会从当前已知的函数和历史记录中找出最新的相关命令 如果说补权的不对 我们可以继续输入命令的后续 然后按光标右键来接受补权 注意这里我们按的并不是Type键 因为Type键和其他的Shell一样是路径的自动补权功能 就像下面这样 这时当我们输入Type键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帮补权Config 然后再按Type键就会列出Config文件夹下的子目录 这一点和其他所有的Shell用法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可以使用Ctrl加C来清空已经输入的命令 当出现命令提示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按Ctrl加R 这时就会列出所有的相关命令了 我们用上下左右就可以选择了 但是有的人的光标键离主键盘特别的远 或者非常小不好按 于是所有单独使用光标键的情况下 我们还可以按Ctrl加B来代替光标左键 CtrlF代表右键 CtrlP上 CtrlN下 注意这些快捷键只有在单独使用光标键的时候才可以生效 如果光标键出现在组合键中就没有办法了 之后我就不一一说明了 然后按回车就可以选择命令了 好 自动补权功能我们就说到这里了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Fish对目录历史的支持 现在我们在Home目录下面 我们随便进入几个目录 好 我们先后去了config.zsh.tmax三个目录 假如这个时候我们想切换回之前进入过的目录 可以按out加光标左键 每按一次就会在目录的历史中后退一步 也可以按out加光标右键 就可以在历史之中前进了 out加左和out加右就相当于Windows文件管理器中的前进和后退 除了使用快捷键 我们还可以使用命令cdh 这个时候就会列出我们之前所有进入过的目录 然后就可以通过输入对应的字母或者数字来进入某个目录了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fish在处理长命令时一些比较实用的快捷键 我们先随便复制一个比较复杂的命令 然后就会发现最开始的命令我们写错了 命令应该是find的 但是我们写成了finds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按cdh加a键把光标挪到最开头 相应的我们也可以使用cdh加e键把光标挪到末尾 我们还可以使用out加b键和out加f键 按照单词来移动光标 好,现在我们把光标移动到finds的末尾 cdh加outf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按cdh加w键删除前面的一个单词 然后写上正确的命令 还有这么一种情况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写了很长的一串命令 然后发现命令开头忘记写sudo了 fish特别为这种情况定义了一个快捷键 也就是out加s 按一下就会自动在前面加上sudo了 然后再按一下 sudo就没了 这么多快捷键感觉有点记不住啊 其实还有一个更实用的功能 不过在使用之前 我们需要先设置一下editor环境变量 在fish中设置环境变量 我们需要用set命令 而不是像其他shell一样用等号 然后我们添入我们最喜欢的编辑器 比如说wim 这时当我们再想编辑一个长命令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按out加e 然后我们设置的编辑器就启动了 我们可以从编辑器里面直接修改命令 然后保存退出 命令也就跟着变了 你可以把设置环境变量的命令放到fish的配置文件中 之后就不用每次都手动设置了 fish的配置文件默认在这个位置 除了命令行的编辑器之外 你甚至可以把editor变量设置成有UI的程序 比如说VSCode什么的 不过这样通过ssh远程链接的时候就不能用了 所以还请自己取舍 还有一个我觉得挺实用的功能是undo 比如说你误删了命令的一部分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ctrl加z来撤销之前的删除 或者用out加斜线来重做 除了我之前介绍的比较常用的快捷键之外 fish的官方文档中 还有许多奇奇怪怪的快捷键组合 连接我会放到视频简介中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读读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还知道什么fish shell的小技巧 希望能在评论区告诉我 这里是成全老王 我们下期再见